由于慈乡公所所办理的 不老艺术家陈国展 日前在于慈乡图书馆盛大展开 相场展览了乡内社区长辈 平时在参与社区活动的作品 不但丰富多元 也让长辈相当开心 长辈也表示 有些作品都是自己的生命故事 有些则是创作 新议员肖志全表示 乡内有许多的期老 年纪也相当大 肖议员肯定公所办理的用心 让社区长辈都能够发挥所学 我们南投县宇慈乡 是一个 相当具有农村特色的一个乡村 同时里面的期老 因为气候宜人 空气品质新鲜 所以很多期老年纪都相当的大 今天我们公所特别为社区的长辈 创作一个社区艺术村 让整个各个社区的长辈们 能够发挥他们的所学 而这次的展览内容相当丰富多元 包含折纸 乐器 图画等等 都是长辈们所创作的 既有展览也能够让长辈们生活更加丰富 里面有相当多的作品 包括一些乐器 折纸 甚至歌唱等等 都能够让我们社区的长辈们 都能发挥自己的所长 希望说在接下来 也能够在各个社区 能够作为表演 除了让这些祈祷们能够有所学 同时能够做一些展出 想尽对祈祷他们的生活 增加更多的一些色彩 在这次展览中 有许多长辈 虽然年纪都相当的大 但作品依然让人眼睛一亮 也充满了许多意义 小之前议员感谢公所的用心 以期盼 借此能够为长辈们的生活 增添许多色彩 记者邱平逸 与此采访报道